这头山羊正在跨栏 接近两米高的护栏 他很轻松地就翻了过去 这一身腱子肉平时没少吃 逃离后 快步冲到了主人的房屋里 立马上演了一场拆家盛宴 他仗着被奶奶的喜爱 几乎是在家闹翻了天 就算是比拆家 哈士奇也只有甘拜下风 家里的吃的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立马蹦跋到了桌子上 风卷残云地吃起了狮子精 真是来者不拒 主人担心他消化不良 就一把抢走了 山羊心里一百个不愿意 看到了自家狗狗 他就一头撞了上去 不仅拆家 还欺负家庭成员 这让狗狗委屈得全身发抖 打又打不过 真是敢怒不敢言啊 家里各种精心种植的植物 都惨遭山羊的毒手 他还会趁着没人 悄悄跑进卧室 将窗台上的吊篮一口吃掉 小伙看到后 抱着山羊就丢了出去 山羊接着又在客厅找吃的 正当他享受美食之际 这下山羊可要遭殃了 他吃掉的可是父亲最爱的绿植啊 看到现场的状况 真气到说不出话 一边骂 一边在想今晚是红烧还是烧烤 谁知道山羊还会找靠山 一看形势不对 就立马蹦跶到了奶奶身边 此时的他很乖巧 看着又无辜 想尽办法讨好着奶奶 男主想想算了 毕竟是自己母亲当孩子养的山羊 不能怪母亲 那只能将气撒到孩子身上 吓得孩子赶紧把羊抱走 重新赶回羊圈所好 说起这头任性的山羊 从小体弱多病 是奶奶天天呵护照顾 才捡回一条命 感情非常深厚 而这头羊也发现自己地位不一般 所以仰仗长辈的疼爱 开始越来越没规矩 行为举止很放肆 这一天他又跳了出来 像一头发了风的水牛一般 疯狂吃着任何可以吃的东西 最后对这个跨栏高手实在没办法 只能在羊圈上加上一个盖子 这一下就再也出不来了 奶奶看着自己的宠物如此骄横 又心疼又无奈 只能隔着铁窗照顾他 为了让自己母亲安心 男主决定对这头多动症的山羊 进行治疗 兽医一看就知道原尾了 山羊已经快一岁了 正处于发情的阶段 解决的唯一办法就是找个女朋友 或许会有用 没想到一看到异性 他还娇羞了 还是得好好表现自己 不能像往常一样 现在他的经历也得到了宣泄 再也不拆家了 看到这一幕 奶奶也很开心 原来是这个原因啊 当初自己咋没想到呢 wär伉